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 我们会每天准时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始 就算在接受新浪娱乐的采访的时候 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拼搏的孩子 拼搏的歌手不是打工人 这点很好理解 周深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室 从之前打工人的身份转变成了老板的身份 这种身份的转变是最明显的特点之一 就是周深的资源越来越好 造型也越来越直上了 这点在创四的舞台上非常明显 尤其是创四第二次公演的舞台 周深的造型是让人非常惊艳的 从创四光博公布的图片来看 周深在第二次公演舞台会有两套造型 一套是唱跳周深 一套是导师周深 唱跳周深少年感满满 说实话第一次看到周深的唱跳造型 最让我惊讶的就是周深好年轻 感觉就像是20岁左右的少年 导师周深则是要严肃一点点了 整个人的气质和唱跳 周深有了很大的变化 即使是不知道周深的身份 也能够一眼看出周深是一个导师 而两套造型也是有相同点的 那就是周深宝兰挑养的头发 同样是吸引眼球的 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很好奇周深的这两套造型是谁设计的 如果是创四节目组的造型师 那只想说创四的眼光很好 也足够才大气出 如果是周深工作室做带的造型师 那就要恭喜周深找了一个非常好的造型了 而不管是哪一种情况 都在说明周深成为老板之后 发展越来越好了 之前周深是签约艺人的身份 他之前签约的公司是什么状态 周深的粉丝应该非常清楚 旗下有太多的艺人了 而且基本上是好声音学员 不可能把所有的资源倾斜给周深艺人 那时候周深是打工人的身份 很多时候是要受限于公司的 还好有贵人高小松相助 才让周深能够在公司脱颖而出 周深是属于后继波发行的歌手 周深因为一步步发展起来 让周深非常明白 楼餐舞台上面有多么多不容易 因此周深珍惜每一个舞台 也会把每一个舞台做到最好 这种态度再加上周深 一直都在进一步的实力 让他赢得了越来越多的人喜爱 成为一个实力和流量坚决的歌手 这样周深开工作室之后 早上的资源也很多 唱了很多的歌曲 参加了很多活动以及综艺节目 根本重要的是周深并没有 因为自己红烂而提高身价 这也让他成为了性价比 以及口碑非常高的歌手 也让他越来越多的资源方 愿意找周深 在这种良性的循环之下 周深接触的资源也越来越好 加盟创四就是最好的证明了 资源越好 周深的资本就越丰厚 才可以请更好的造型师 或者是其他的服务人员 才让观众在创四的舞台上 看到了造型时尚多变的周深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您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